感謝您再次收看 唯一以生計為主軸的盡責解盤 而且連續跟各位談生計 讓各位從不知道變成知道 分成十全保典五大操盤秘籍 讓各位沒有地方找資料 還直接錄成DVD 我一直跟各位說 各位強調 相信你看我的節目就知道 我從4月18號全台灣第一個用大眼光 第一個用大波段的方式 來跟您報告生計股 當時我跟很多人說喔 今天一開始我要先講一件事 當時我跟一個大自卑的老闆談到 大自卑老闆說怎麼可能呢 生計股怎麼可能會大漲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怎麼看怎麼看 都是生計股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從美國的費城生計指數 一直到我們台灣的所有的指數上面 去看起來的話 生計股又變成最彪悍最彪悍的股票 當時有一個非常有錢的大自卑的老闆 那麼我跟他提結果呢 你知道他錯過了多少嗎 他錯過了基亞 3176基亞的321塊 他錯過了4743合一的50塊 他錯過了4162事情的250塊 你看這位大老闆是一模一樣的情況嗎 順便他還錯過了4123 承得了88塊錢 各位喔 人生苦短啊 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當然了我現在跟你說的意思是 我認為後面絕對還有機會 甚至呢 現在只是所謂的 未來十年生計島的一個開端啊 現在只是生計股大行情的一個開端而已 你絕對還有機會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說 你千萬不要像4月18號23號 那位大老闆 大自卑的老闆 結果呢 不但他自己錯失了 連他自己的投資公司都錯失了 這麼好的一個生計股的機會 注意喔 電視機前面的大老闆 我再次跟你強調喔 當時你看到的生計股應該在這裡 但是我先不要講 我直接講承得好了 各位注意 我認為承得他所告訴你的是 我們台灣生計股 真的有很大的未來 因為他下面又有新藥又有西藥 又有所謂的PIS藥廠認證 各位有沒有發覺 今年是發動在哪裡 發動在五年線十年線的地方 各位注意 承得標的一倍多 一倍多我寫一倍 從十年線開始標啊 這一檔股票是不是才剛開始啊 各位注意 你說老師 承得第二 今天答案公布出來叫劍橋 就是他們隔壁的朋友啊 就是因為你不夠了解 沒有信心啊 所以呢 你不知道承得第二叫劍橋啊 那我現在很直接跟你說一件事情 今天等於公布了一檔超強的個股啦 那有沒有想過 劍橋也標了快一倍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有沒有剛剛起漲的股票 或者標一半的股票呢 我認為生技股大波段行情來了 你是四月份看到我的大老闆 或是你今天看到我的大老闆 或是電視機前面的你啦 未必一定要當大老闆 你可以做自己人生的老闆 我今天就要告訴你一件事 生技股大波段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這個節目現在開始告訴你的 已經不是生技有多好了 現在全市場上都在講生技有多好 我等一下要告訴你說 怎麼上車啊 有沒有看到這麼美好的事情發生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注意喔 上車你要有短線的基礎 上車我必須要這麼跟各位說 你要有第一手的消息 我怎麼告訴各位 昨天這個大十字線的 我說這個大盤沒有問題 大盤沒有問題的話 生技股根沒有問題 因為這叫上天下地線 各位一個字都沒改 要不然今天走平 要不今天向上 請問一下今天的K線 不是走平而向上嗎 K線還沒過高嘛 但是這種K線顯然 9547一定隨時過高了嘛 你昨天看到大量 結果呢 我說你會賣錯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還特別跟我的尊榮會員講說 來沒關係 我對大盤有信心 除了生技股以外 我帶你做一檔兩三天的就好了 兩三天的就好 連發科 我昨天有沒有告訴你 大盤這樣子震動 連發科從頭到尾沒有動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應該不只1萬7啊 10張17萬 但是應該不只17萬啊 我直接電話打過去說 我們先賺個17萬再說 應該不只17萬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漲這麼多啊 除權席我們要去跟他拿 拿了之後填權應該還有啊 這是證明什麼 這不是證明生技股 我身上只有這支股票 準備做隔日沖 這是證明我看盤 能夠保護你 能夠保住你 怎麼上車的一個情況 我希望每一個人 將來都有這個點 可以上車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這種低檔的股票 有沒有這種在所謂 88塊成德的股票 做股票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別人漲上去之後 成德漲上去之後 還有劍橋 劍橋漲上去之後 還有這一檔 這才叫做生技的大事情啊 各位注意啊 我還是告訴你 生技股為什麼看十年線 因為十年磨一劍 豐收起來了 石藥署署長這個是官啊 大官啊告訴你說 今年需要會從65億成長到130億 從65億成長到130億 不就是剛好一倍嗎 部長講話你要不要聽啊 甚至美國的健保缺藥 這已經是確定的事實 甚至有PICS GMP的認證 所以中小廠都倒了 這個我等一下 還會再講一次給大家聽啊 所以我說過啊 剛才我才跟這個大治的朋友 來做聯絡 大老闆治的朋友聯絡 他說他很後悔 我說一件事 電視機前面的你 其實也很後悔對吧 我不是第一天告訴你說 美國其實最會漲的就是生技 費城上半導體 生技指數漲上去之後 納斯達克半導體 生技指數也會上去 所以當時我看到說不對喔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4月多的時候 我說不對 這地方生技股 美國都已經搶起來了 尤其是新藥股已經搶起來了 我馬上想起我去年曾經 在176元切入機啊 但是賣債260塊 覺得自己賺了90幾塊 好棒喔 有賣掉耶 各位啊 有賣掉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漲上來的時候有賣掉耶 哪知道後面又來這麼大一段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今年是321塊再把它買回來 因為他中間整理了好久一段時間 怎麼都不會動啊 但是我跟各位說一件事啊 如果你知道基亞的價值的話 你會頭也不回 去年買進去 就算去年賣高點 去年賣高點還是260喔 今年320 照常買回來 請各位留意 為什麼我跟你說 台灣的生技股 還是現在先以基亞來做說明啦 但是基亞漲多了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會震動 我們還會介紹其他的個股 但是為什麼要跟你講基亞 因為要先講到我們中研院院長 翁啟惠博士即將拿到什麼 拿到諾貝爾獎 這個叫做癌症的抗體 我想我講得很清楚了 請各位注意啊 他才是真正的專家啊 他講了什麼呢 各位看清楚來 攝影師照進來一點 PI88原本是在台大醫院 進行肝癌的二期臨床 但後來修改為後面的 標靶的臨床實驗 這整個設計復發率有五成啊 降低到多少 降低到所謂六成三 換句話說超過五成以上 他幾乎就已經完全通過了 這是他講的喔 他這整篇裡面 沒有講過其他的藥物 只有講過PI88喔 我想請問各位一件事 那PI88是不是真的 所以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我二話不說 我說321塊 請你趕快跟著翁啟惠的腳步走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往往每一個名人的後面 他所帶給你的商機是 你要拼老命去賺回來 要拼老命去賺回來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光這一段上來啊 從翁啟惠跟我們講說 PI88第三期臨床快要成功了 注意喔 現在有人說他為什麼會拉回來 你懷疑他臨床的成績單不好是不是 大師在這裡啊 大師啊我不是大師 這個才是大師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先不要管那麼多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啊 這一段整整150塊 一張15萬 你賺到了沒有 接下來我們找到機會 應該還是會賺喔 因為到目前為止啊 公園院生醫所的估計 PI88全球樂觀啊 可以來到738 738根本也還沒到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我們第一段賺了15元之後啊 150元之後啊 各位聽清楚 150元之後 這一段呢 又是50塊啊 這一段啊 又是50塊啊 下一段多少 咱們現看現說啊 但是問題來了啊 今天全市場都會跟你講 生計股很好對不對 4月多的時候有誰在講啊 我可是4月18號就介入合一啊 所以我說假如你今天啊 就像那位大老闆一樣 你手上擁有資金的朋友 我其實不管你大中小型的資金 我只告訴你一句話 我為什麼上來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 全市場上沒有人在講生計的時候 我在跟你講生計 請你注意 為什麼只有我給你錄下了生計寶典 為什麼只有我321塊會帶你去買 基亞 50塊會帶你去買 合一 合一就拉高了 證據就在這裡啊 4月23號傳真稿 一個字不改 基亞是不是在這裡啊 而且各位啊 當時還有自行的262塊 我在告訴各位什麼 我在告訴各位什麼 第一請各位留意 不管是基亞自行合一好了 只要你跟著正確的道路 知道它是一個大波段 我告訴你 你真的賺不完 特別是你資金大的朋友 基亞自行合一 難道你不知道嗎 自行在這裡嘛 我總知道它的母公司叫做成德吧 親愛的投資朋友 當自行不會動的時候 88塊稀有禁成德啊 這才是你要看到的節目喔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模仿我的節目 因為他說今天天良掌停板 他只會講這麼小的掌停板 這才是你要看到的節目喔 追根究底 我從很早的地方 88塊96塊100塊 就跟你講成德 請你想盡辦法抱住 而且呢 我已經講那麼明白了 葉民工署長講說 需要倍數成長 翻成我們股票的語言 敬則就告訴你 成德漲什麼 漲一倍啊 然後呢 劍橋漲一倍 電視機前面的你 掌聲鼓勵 我們分析師不可能每樣東西都懂 你叫我做藥給你吃 開藥給你吃 我不會 那叫醫生啊 但是我說過 西藥類股毛利率我會算 隨便找一個劍橋 毛利是多少 49% 隨便找一個人保毛利是4%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請你注意 那絕對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那絕對是一個十年的事 未來十年一定是生計老 因為毛利40%的 叫做好的毛利 毛利40%的叫做掉下去了 因為當時其實人保也曾經有40%的毛利 經過十年大家都會做電腦 它不值錢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今天生計股是這裡面最標的股票 這句話我應該是這兩個月你常常聽到 而且每一集我都在講給你聽 我只告訴各位這是一個開始 我只告訴各位 假如你是大老闆的 請你一定要記得 利用這次生計股 等一下我要講 哪些個股還有低檔 就像第二個成德 第三個成德 當時成德的88塊 哪些個股還有這種低檔可以標 但你要把你的錢變大 如果你不是大老闆的 很簡單 我讓你利用這次的機會 變成自己的老闆 有我們的專線 而且呢 也有我們的生計寶典 這是完全獨一無二的政治標的 全市場上唯一有教材 有DVD的 就是只有盡責了 做好準備的分析師 準備帶你一起賺錢 自然的環境 讓它生活無憂無慮 老師說 大家都檢能檢碳 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我叫到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倩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建式 異建式 放建式 半建式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學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牌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使黃老師 集20年功力 超越市場去做 韩中九世 DVD課程經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就是24時間 1個叫 0909 好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牌清理窗 專利複惡是島塊 十米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 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待有 未來十年的大波段 現在才是正式的開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請你好好把握住 敬則跟你說的生計股 十全保點 還有未來的生計道 各位注意 投資生計股第一件是要了解 我發覺很多人投資生計股 老師說好標喔 買一張 為什麼 不要說你不了解 連你的分析師都搞不清楚 那是什麼股票 很多都說打個底部就開始做 這個可以買幾張 這長線還是短線 我先告訴你一件 4127 這長線還是短線 我先告訴你這是短線 我順便告訴你 我這個還可以當沖 親愛的投資朋友 第二個要信心和決心 哪些個股是長線 哪些個股是短線 你這些事情等一下你要好好想 你選分析師的時候 這些通通都要交給他 哪些股票要重壓再重壓 像我們的4123的成德 恭喜我的頂級會員好不好 可不可以 還有誰可能是未來的股王 這個也很重要 我認為生技股很可能出股王 還有第一手消息 切入和避險 昨天我碰到一個朋友就說 老師 結果他因為這個原因跟上來 你怎麼知道美食要在這邊賣一趟呢 第一手消息切入跟避險 誰是未來的股王 有人說老師 忠於是未來的股王 浩鼎是股王 基亞成德 智勤都有人說啦 那我現在先講忠於就好了 忠於是170塊 你怎麼知道說奇怪了 為什麼他300多啊 為什麼他100多啊 所以未來股王勢必他後面有狀況 像這個是等到二期幫人家接回來的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400多啊 到底誰啊 那假如有一個是未來的股王的話 那你長期投資 不就是應該這麼做嗎 我想請問各位一件事 這些問題 你在你原來的家族中能夠了解嗎 你原來的家族能夠給你DVD 能夠給你教材嗎 能夠告訴你說 到底生計是做了些什麼嗎 而且啊 我今天不想講漲停板 因為怕你講了你不相信 但是問題來了 我問你這個最簡單的話題就好了 各位看一下 生計股漲停排行榜這麼多 來VIP 4XXX 育尾你是知道的好不好 前兩天都跟你說了 噹噹噹 4123成德你知道了 這個地方 噹噹噹噹噹 這個也漲停 這個也漲停 這個是現沖的 所以不怕你知道 因為有人沖掉一半了 4127的天涼 所以就這麼跟各位講 今天我們每一家族都在放鞭炮 當沖的也在放鞭炮 波段也在放鞭炮 單鼓也在放鞭炮 這就是我跟各位說的啊 我說各位啊 你了解的更多 你自然而然賺的更多啊 注意啊 剛才我說PICS這是誰啊 答案就是劍橋了 我想這應該撕 撕不下來直接看吧 劍橋沒錯吧 所以我講的話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在我節目當中 你要知道些什麼 我發覺很多分析師 上電視台根本在混的 什麼叫單株抗體 什麼叫標靶藥物 什麼叫多株抗體 什麼叫學名藥 什麼叫做什麼 基因檢測達文西手術 大分子藥物 小分子藥物 幹細胞 幹細胞大家可能懂 抗理血素你知道嗎 還有他們值多少錢 你知道嗎 為什麼基亞一開始跟你講說 我的市值最起碼是500多億 因為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啊 因為美國的任何一種很重病的新藥 最起碼就是值500億啊 就是值500多億啊 諾華交個案子給你就是500多啊 這個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的話你怎麼敢 我就是因為知道 所以我基亞才敢300多塊錢又進去啊 雖然我是今年才知道 我要是去年知道 我跟他們抱著不走啦 這是美國的審查標準啊 知道嗎 這四個有不同的情況耶 這個最厲害這個第二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叫做單株抗體啊 你知道嗎 這個叫蛋白質藥物啊 這個叫做糖蔣啊 還有糖分子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今天啊他又上來了啊 我今天沒有去碰他啦 但是我知道他上次賣的時候 是因為有人怕肥咖調管查稅啊 各位啊 你看我的節目程度跟人家差多少 我們光看圖表就知道說 要做哪一檔股票啦 這個是 有的是短線喔 有的是長線喔 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哪些是短線 哪些是長線 哪些會大標 哪些標得比較慢 你要搞清楚啊 有人跟我講說 哎呀老師 東洋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人跟我講說 老師神龍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家怎麼出事 更不要講說 還有人說 我還沒做電子股咧 那不就更糟了 這是什麼 基因檢測吧 我今天都連圖都懶得硬 在我們手上 你只要學會了 信手攘來 注意喔 我認為生計股 現在是越來越多人加入了 你看一下 大盤今天是亮縮的情況 哎呀 沒事大家用電腦 大盤今天是亮縮的狀況 這裡缺一角這麼大 只有生計股亮一點都沒縮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自己看 我今天為什麼不講說 我哪一支股票漲停板 我不好意思講說 我如果通通講出來的話 你真的會嚇到 你真的會嚇到啊 注意啊 我是37塊就進去了 現在很多人追上來 好吧 那就捧場吧 那就捧場吧 OK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其實這段時間裡面 來 我們一直說 請你一定要想辦法跟到對的人 因為跟到對的人呢 第一個 我講句不好聽的話 我們有一檔股票 幾百元的 客人壓五十幾張 五十幾張啊 你有沒有想過一張二十萬的話 五十幾張那是多少 上千啊 短短的一個多兩個月啊 真能實事啊 也有人當然就看了我一眼說 這個生技股 不可能的事啦 你再說不可能 我錄影帶都錄好了 你說不可能的話 我連十大分類什麼的 還有包含這個啊 產業關聯圖都幫你抓好了 所以吸料之後長什麼樣 什麼樣之後長什麼樣 全世界只有我知道 這叫做專業好嗎 這才真的叫專業 連醫生聽到我在說的時候 我昨天不是告訴你講 連醫生都有人來 來來加入我 因為為什麼 他說老師你講的東西 比較有價格的感覺 他醫生當然懂那個藥 但是不知道藥 那個價錢怎麼算 我比較有價格的感覺 單株抗體藥物出來五百一十億啊 那如果你不是重症藥物就八十億啊 如果你頂的案子就是二十億啊 我是藥廠 我至少我做分析師要做到什麼 就跟做電子股一樣嘛 做到電子股裡面的財務漲 我現在就是期許我自己做什麼 生技股裡面的財務漲那個水準嘛 7月5號開始 開始所謂的兩岸高峰會 還有什麼 全球生技高峰會 後面還有咧 7月23號還有什麼 7月23號台北生技月啊 各位看到沒有 近上百個路上要參展啊 來不及了 不及了不及了 簡單說 來各位看一下注意 我認為很多股票都還在這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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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 這兩天當中他們都有漲停滿過 你看 剛才你看到的是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已經漲到這裡來了 如果你覺得買這裡太危險 怕他不漲的話 我只講一句話 成德漲一倍 成德漲一倍 難道他沒有五成 成德漲一倍 難道他沒有五成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他已經漲了五成了 會不會漲一倍 短線我一定帶你這樣切入啊 所以我說過各位啊 短線一定帶你這樣切入啊 小心你買不到 小心你買不到 我說過 生技股十年磨一劍 豐收起來了 實藥署署長葉明公署長 告訴你說 生技股生意 從65億總和喔 變成130億 難道你沒想到說 這就在講成德 這就是在講劍橋 哎唷啊 人家你說生理多一倍 就是股價也要多一倍嘛 美國健保缺藥PICS認證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希望所有朋友呢 今天能夠想盡辦法 第一個 拿到我們生技股的十全保典 第二個 還有盡責的生技保典 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對於資金比較大的朋友 今天晚上我陪你聊 我們有個很大的優惠 你可以直接撥電話 來跟我們聯繫 我親自跟您談 如果你真的夠誠意 夠資金的話 歡迎你 未來十年最會賺錢的生技股 一定要想盡辦法跟上來 我們明天一起賺錢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缺水很辛苦 不 省水有被捕 對 省水器材輕鬆省 check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go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倩古當衝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逆件事 上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衝第一學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衝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使黃老師集20公里 超越市場去做 韩中九世 DVD課程間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运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全新奔牛肉堡出動 緊蠟奔牛肉堡 與雙醬奔牛肉堡 給您